如果我要做偶爾的邏輯判斷 我是建議1 先把游標一樣放備注 K4的位置 插入一個函數做一幅的邏輯判斷 那我這邊要配合偶爾 因為有可能兩種不標準 因為我如果說 希望抓到的是 過胖的 或過瘦的 過瘦或過胖 上面的 跟下面的部分的話 那我需要怎麼樣 有兩個邏輯 那如果有兩個邏輯 可是呢你會發現有兩個邏輯 但是呢 邏輯的這個格子只有一個 一個格子怎麼放兩個呢 特別重要如果你一個格子 放兩個 我的習慣什麼 先在這邊打一個偶爾 錢瓜糊 那第1個條件 就是先放 放了之後第2個條件斗點 再放第2個斗點 再放第3個 最後記得後刮弧 那這個偶爾其實就是一個函數 那當然你這個函數 也可以透過前面的這個 加 那個再加函數啦 不過我是建議啦 從前面加 不太順手 從這邊自己打會比較順手 因為他切過來切過去很容易亂掉了 所以我建議 而且這個 函數 應該 字不多嘛 偶爾很簡單 一定會拼 拼的話應該沒有問題 錢瓜糊 所以 我是建議怎麼樣 你就直接打一個偶爾 錢瓜糊 那第1個邏輯呢 我們第1個邏輯是 判斷那個過瘦的 所以 如果他這個 增添利用百分比 如果 大於 5%的話 所以第1個邏輯 應該是過瘦 第2個邏輯怎麼樣呢 第2個邏輯 所以第2個邏輯 鬥點 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說 一樣的位置 增添利用J4 鬥點之後J4 點一下 或者自己打J4 也可以 如果他小於 -5%的話 -5% 那兩個就好了 一個是 過瘦 就是要增 增胖 一個是減肥 然後呢 後刮壯 特別是有偶爾 一定是第1個條件 鬥點第2個條件 最後記得加個後刮壯 當然如果你有第3個就在鬥點 第3個 鬥點第4個 鬥點第5個 那偶爾的敘述 他 再根據官方說法是 最多可以有255個邏輯 連擊可以200 不過沒有人弄那麼多啦 大概就是兩三個就差不多了 OK 然後呢 我們就是 如果 這兩個 偶爾的意思是說其中一個為True 那就為True 其中一個 也就是過胖或過瘦 那就不標準 反之 就是標準 所以我們要輸入那個最後的結果 我就輸入那個不標準 True的話就不標準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標準 False False是for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向下填滿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如果說他這個 資料是在什麼呢 正負5%之外 之外的話呢 那就不標準 那如果之內的話呢就標準 OK 那當然同樣邏輯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and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因為你可以在旁邊再多一個欄位叫and 假設 我希望把剛剛的邏輯 改成什麼呢 改成and的話可不可以 其實我剛剛提過啊 就那個邏輯圖有沒有 如果因為我偶爾剛剛是 這個向上 這個向下 因為他不可能有交匯的地方 所以用偶爾 這個是板入 這個副板入 其中發生的是上面跟下面 上面跟下面就不標準 中間是標準 所以這個是剩下來的 那假如說我要換個方向 我要 這個向下 跟這個向上 一定會有交匯 那交匯的話剛好就是 他們交匯的部分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 身材是標準的 那如果說你要換 其實 就是 這一題 用偶爾 跟用and 都可以做到一模一樣的結果 只是邏輯敘述不同 也就是說呢 未來當然 你們在處理 處理那種邏輯的時候 基本上有些時候沒有標準答案 你就要看 你的思路 是怎麼去想 所以呢 也就因為這樣的關係 很多地方 像 撰寫程式的 工程師 即便處理的結果一樣 可是因為 每一個工程師的邏輯跟思考的模式不同 所以寫出來的程式 也絕對不一樣 所以 這種就是怎麼樣麻煩 它沒有標準 沒有標準答案 頂多是 你那個時候怎麼去想這個邏輯 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用and怎麼做呢 一樣插入函數 一樣用if 再來呢 我這個格子裡面 會有兩個 一個是 它如果 我是判斷標準的 如果是標準的話是應該是 它的邏輯 所以應該打個and 一樣我是建議這個如果 或and 用打的 比較不會亂掉 因為你如果再插入一個函數 它公式會亂掉 第一個邏輯是and什麼呢 它的增減體重百分比 我是判斷標準 如果它什麼 是小於 5% 小於等於 包含 5%好了 小於等於5% 的話 第一個它是標準的 痘點要交集 但是呢你又不能低喔 它小於5% 但是呢又不能低於 負的5% 所以 必須再往上 那往上的話就是什麼 它的增減體重百分比 如果要 大於 等於 負5% 負5% 然後呢 後刮弧 OK 後刮弧之後的話呢 那再來呢 我們就 OK 後刮弧 再來的話呢 如果 這兩個 其中 就是一定是交集 END一定是交集 那就是標準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就不要 反之的話就不標準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把這個 標準輸入上去 把不標準的輸入到FALSE 就是說它沒有 不在這個交期內的話 那就是不標準 OK 這樣應該沒問題啦 這個邏輯 最後做完的結果 你把它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喔 做法雖然思考的方向 不一樣 但是結果呢 會是 一模一樣的 也就這一題啦 所以這個地方順便 談一下 邏輯裡面的什麼呢 連擊跟交集 OK 連擊跟交集 反正工作裡面一定會經常遇到類似的 那邏輯你可能最需要注意就是 剛剛講的 多重 第二個 連擊跟交集 大體上 如果你這些都熟的話 大部分的邏輯判斷都夠用了 你不用說一下要學的非常多啦 我是覺得學 就學需要的就好了 而且用理解的 一定不要用死背的 這種東西也不能背啦 背起來之間沒意義啊 因為你不會變化 最重要是 把這些東西 融入到你工作裡面 你可以想想看嘛 工作裡面一定會有連擊 一定會有交集 然後呢 你就把這個結果 快速做出來 其實說真的啊 你都做個幾次 做個五到五遍十遍之後啦 之後你眼睛閉起來 你大概就知道怎麼下這個條件 這些東西其實 盡量可以跟你工作做互相的銜接搭配 OK 做幾次我覺得就很愉快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是有關連擊 跟交集的 這個敘述 不過衍生喔 這一題還可以再變化 如果 我希望怎麼樣 不標準裡面 請你再幫我 判斷出什麼 哪些是過胖的 哪些是過瘦的 比如說他這個 27.6%是要增胖 所以他應該是 過瘦嘛 所以如果我希望在不標準裡面 再幫我秀出什麼 哪些是過瘦的 哪些是過胖的 OK 過胖是要減 -8.1% 百分比是要減肥的 所以也許你可以什麼 哪些是過瘦的 或者是什麼 或者換一個名稱 哪些是要增胖 哪些是要減肥 也是一樣可以啦 那這個當然現在蠻流行像健身中心嘛 其實也有很多這種相關業務 現在反而 像很久以前 上電腦課的人比比較多 上 健身的比較少 反而現在剛好顛倒 上健身的反而一下課就額滿了 反而上這種電腦課 還不太容易能夠開得成 所以這個 可能是需求不一樣吧 現在慢慢大家好像 還是比較重視健康 因為你有先有健康之後 其他才是真的 如果沒有健康的話 其他都是假的 對所以當然我也很重視健康 而且我最近也有意識到 也要減肥 所以我最近也是 常常上那個 那個 運動 運動中心 OK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要把這個不標準 再做什麼呢 做 邏輯判斷的話 一樣 就是你如果 做完第1階段之後 你要在第2階段 特別注意喔 你就是慢慢要學會怎麼樣 一步一步來 你不要說一下子要跳到後面去 比如說我現在又要再判斷 不標準的部分 分 要增胖 或者是減肥的話 一 你先把不標準三個字找到 二的話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因為我意思是說我要把這邊改 改什麼呢 但是我要改兩個 他有可能是 要增胖 也可能要減肥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先delete掉之後 我要放兩個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點擊前面這邊有個一幅 因為呢 我這兩個是透過什麼 透過邏輯判斷而輸出的 所以呢 你就不標準選起來 第二個的話呢 在這邊 插入一個一幅 做什麼呢 做那個邏輯 邏輯這判斷是 如果這個邏輯 就是增添體重百分比裡面呢 如果大於5%的話 他應該是怎麼樣 如果大於5%的話呢 他應該要 增胖吧 因為他可能太輕了 所以 你就這邊輸出的話 可以加一個增 增胖 那另外一個呢 當然反之就是減肥 OK 如果說你今天是那個健身中心的 可能是行銷人員的話 他就可以先 鎖定哪一些 需要減肥那些人 把他篩出來 去跟他行銷 機率一定比 對不對 已經夠瘦了 你還叫他要健身 那不是單 就像說明明晴天你賣雨傘一樣 你賣給誰 你晴天可能要賣陽傘吧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會影響的 只有不標準 標準的話呢 還是會維持有沒有 所以增胖 有沒有 這個要增胖 沒錯 減肥的話是這個 他負的 6% 已經超過負的5% 所以他要 減肥了 OK 所以這個負的 這個也是這樣 負的 8.1 OK 所以 這樣子的話 很快就可以 再把什麼呢 把我們需要的東西 做出來 所以基本上我剛剛 這個是延伸練習體 所以在講義裡面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把不標準三個字選起來 插入一個什麼呢 一幅在這中間 那那個邏輯是什麼呢 邏輯是如果J4 大於 5%的話 他應該要增胖 反之就是要減肥 OK 應該 你看懂 我這樣的敘述吧 未來當然工作裡面應該很多類似 這樣的 邏輯需求 如果你不會的話 當然你不會這個公式變得很麻煩 你要人工來做嘛 或者你要分好幾籃才能完成 這樣子 絕對是沒有效率的做法 OK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再針對邏輯 的部分呢 再做練習 OK這個部分 是有關邏輯方面的那個 練習 練習體 好那邏輯大概 就差不多 所以 再來我們要講那個日期 時間 的那個 這個這個 怎麼去 做 日期時間的那個 判斷 OK 好 應該沒問題啦 OK 那這個東西 我把 這個 乾脆 貼到一個那個 貼到握頭好了 那個 給我 這個 這個 那這個 是 谢谢大家